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要和大家一起開箱 如果大家有看Facebook 都應該知道 在街頭上已經有人在用一套神裝 這套神裝可以取代口罩和豬嘴使用 這套叫做3M Versiflor TR-600 電動空氣淨化呼吸器 現在我們所有的部件已經拆出來 因為那個大盒實在太大了 所以現在逐件已經放在桌面的樹 現在一起逐樣開啟 看看裡面是隱藏著什麼東西 首先這東西應該是電池 我們一起拆開來看看 這塊不是 這塊是電動空氣淨化呼吸器 這塊是背面 背面就是安裝電池的位置 前面就是安裝喉管 這裡有一個開關鍵 這裡就是安裝的濾罐 濾罐 OK 這塊東西 我們看看下一個 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叫做濾罐 這塊是塗在這塊上來使用的 稍後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再看看下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高容量的電池 就是所謂的高容量的電池 就是這樣 插在這塊上來使用 這個就是這樣 我們來看看下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濾罐 這一款是什麼型號呢 就是GR6530N 稍後再拆開 到底這一塊又怎樣呢 這一塊這麼大箱呢 就是那個頭罩 頭盔 現在拆開來看看 都很大個的 OK 就是這樣 前面這裡就是 有一個 透明的鏡子 後面就是 插口管 就是這樣的 就像電單車的頭盔一樣 但是它就是氣密的 因為呢 它其實是有一塊這些東西 那你就插著整個下巴和頭 所以你戴著的時候 基本上整個人頭 就會充滿了空間 就變成了氣密 我先示範一次 試戴 就是這樣 好了 好了 而且這個東西是可以調控的 是非常方便的 收納的都是很方便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先放下這個東西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一條的喉管 這一條的喉管 一邊就是駁那個 空氣淨發呼吸器 一邊就是駁那個 頭盔頭罩 另外還有這些配件 一會兒我們逐樣拆掉 都是一些濾 這一個就是鋁罐 我們現在一起 一起剪 我都沒見過 當然這個是有使用的壽命 這個我一會兒再跟大家說一下 好了 先測出來 就是這樣的 這一套就是TR6530N來的 這套的濾液 因為沒得選擇 整套的 好了 現在就要拿出濾液蓋 這套的濾液蓋 這個就是那個 濾液蓋 到底它是怎樣安裝的呢 其實就是有一筆說明書的 我們現在一起來示範一下 因為我都是第一次使用的 如果那些這樣的步驟 程序是有創的 大家千萬不要怪責 因為這個其實也是一個開箱 不是拿出街使用的 請大家多多包涵 這個濾液蓋 就是這樣 它其實還有一塊東西 就叫做PREFILTER 那一塊PREFILTER在哪裏呢 就是在這個白色這一塊 我們現在一起拆開它 相信就是透明的這一塊 OK 就是這樣 這一塊 它就有兩塊給我們 我們用一塊就夠了 好了 先對這個位置 先放進去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放進去 就是透明的PREFILTER 然後又怎樣呢 接著就是這個 黑色這一塊 它還有另一塊 剛才那塊就叫做 Spark Arrestor 其實就是 但它也是寫著PREFILTER 總之有兩塊 一塊透明 一塊就是 黑色好像 海綿那樣的東西 好了現在又放進去 好了 就變成這樣了 接著第三 就開始 裝這個FILTER 就是這個東西 相信就是要先拆這個底盤 膠 好 接著就是要 卡進去 卡進去 那是怎樣呢 OK 相信就是這樣 因為這樣才卡得穩的 OK就是這樣 接著就要 這樣卡穩了 接著就是要 安裝那個 接著就是要安裝到 這個 電動的 呼吸器那裡 然後就要安裝到 接著就是要安裝到 電動的空氣 淨化呼吸器那裡 這個就是這樣 那到底是怎樣安裝的呢 我相信就是這樣卡進去 相信就是這樣卡進去 現在就是這樣 安裝了之後 好 好 那我先上電池 OK 好了 都卡進去 OK 就是這樣 那現在呢 我們就一齊來示範一下 到底帶上這個 3M Versiflot TER600 這個空氣淨化系統 到底感覺是怎樣 已經是非常清新了 大家應該聽到它的聲音 而且是可以調校風速的 這個是 這個是第2格的風速 這個是最快的風速 這個是最快的風速 其實也挺涼爽的 其實是 那我調校第一格 這樣就慢一點了 OK 先示範就是這樣 大家應該聽到我說話的 其實也是 其實它這個東西 後面就是有一個 顯示 可能現在太遠看不到 它就有一個電源鍵 以及一個風速的鍵 以及就有一些電源的顯示 就是還有多少的電量 現在我們示範到這裡 就是這麼多 現在我先脫下它 好了 關機了 關機了 它說話的時候 那些 的霧氣 又會出來了 我們先脫下它 當然這個TR-600 其實就不止那麼少東西的 它其實還有一條的腰帶 就是讓大家綁住 這部機在腰上的 不過我現在坐在這裡 就沒辦法示範給大家看了 如果大家是喜歡看的話 你們就多點like 我這個片段 如果有 一萬個like 那我試一下 穿上去看看 好了 這一個就是 風速的測速器 Airflow Indicator 這一個要怎麼用呢 我還要研究一下 因為我剛剛收到 我這一段的不專業開箱 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要問的話 歡迎在留言 留言 以及記得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片段 記得成為我們的頻道會員 支持我們可以持續發展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